交朋友到底有多重要 就是关键时刻能拉你一把 坦伦已经被正逼昌和冒财 逼到了角落无处躲藏 就在此时 胡东县开口了 胡东县的声音非常低沉 却像是一声闷雷 想到堂前众人都睁大了眼睛 就连羊金水也是一惊 可他依旧像个局外人一样 稳坐钓鱼台 坦伦显然没想到 胡东县会在这个时候 把担子扛下来 眼神中还有些小激动 不过要是张居正在场 估计不会感到意外 因为这就是 豫王府会议上提到的 胡东县大势有担待 也正是张居正提出 烧一把大火 所要利用的胡东县的弱点 胡东县作为别人眼中的演党 这话一出口 必然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和疑惑 如果是你 接下来会怎么做 按常理来说 大多数人应该会接着 给出这么做的理由 那么问题来了 你越是着急解释 就越像是在掩饰 就会失去主动权 而胡东县的处理方式 非常高明 不按套路出拍 不说调兵的理由 也不管众人的不满和疑惑 反倒是直接抛出问题 给郑碧昌 以官府的名义 向米航上的米市 借贷一百万的粮食 现在借贷了多少万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你郑碧昌想要推卸责任 我偏不给你机会 从郑碧昌的反应来看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胡东县手中 从外省掉的粮呢 和王年一样 一定也不愿意多给 这就清楚了 你坐下 和茂财还没从刚才的话中 反应过来 胡东县的话已经问完了 果然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郑和二人原本还拿内阁来施压 结果呢 却连胡东县的一句话都扛不住 任何一个问题 都有一个大的前提 改道为丧的前提 就是粮食到位 大前提都没有实现 还谈什么改道为丧 接下来完全进入 胡东县时间 胡东县的声音明显高了许多 这就叫理直气壮 首先表明 我才是浙江老大 你们都得听我的 而想要下属完全服从安排 怎么办呢 先把责任担下来 这是一个合格领导的担当 也正好是张居正要利用的 古代封建王朝 统治根基就是以孝治国 这也是朱元璋给明朝制定的基本国策 所以胡东县要说的是 朝廷和百姓同样重要 你们不用威胁我 后果我比谁都清楚 改道天为丧天 是国策必须改 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 第一 我是有原则的人 有原则才有力量 第二 服从中央决策 既然御前会议通过了改道为丧 那就必须照办 第三 欲网党要阻挠 别怪我不配合 真有本事 就别让御前会议通过 看事情要看全貌 最大的问题总是掩盖在表象之下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 项目启动之前计划堪称完美 执行过程中才发现很多问题 只能想尽办法临时应付审核 好不容易审核通过 以为万事大吉 等到最终审计的时候 问题才暴露出来 无法结款 之前所有工作白费 所有人的目光都着眼于当前 只有胡宗县看到了将来 但是无法预知的中间过程 谁也不知道